美國民主黨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據報原計劃這個星期訪問日本 亦可能訪問台灣 但就因今天確診感染新冠病毒 而押後亞洲行程 而她昨天還在沒戴口罩時 與總統拜登接觸 現年82歲的佩洛西作為眾議院議長 是美國民主黨拜登政府最受注目的政客之一 長期以來特別是消及人權議題時 一直嚴厲批評中國 消息指她本來計劃 這個星期稍後先抵達日本訪問 會悟首相岸田文雄 還有報導指 之後她可能將於星期日抵達台灣訪問 如果成行 將是21世紀以來首位官式訪台的 在任眾議院議長 上次美國眾議院議長訪台是在1997年 會悟了時任台灣總統李登輝 不過她的發言人今天證實 佩洛西確診感染新冠病毒而接受隔離 但暫時沒有症狀 之前她已經完成兩劑疫苗接種以及打加強針 目前會遵守衛生當局指引壓後期原定的亞洲訪問行程 而佩洛西昨天在沒戴口罩時與總統拜登有接觸 今星期日是美國簽署台灣關係法43周年 該法確認了美國與台灣沒有正式官方外交關係 但就承諾提供自衛手段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納堅指 如果佩洛西訪台將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布規定 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 要求美方立即取消佩洛西訪台計劃 警告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將採取堅決有力措施 由此造成的一切後果必須完全由美方負責 前央猛大約 準備了一切後果然 你可否有再追求